秀林相公所27号举办了109年太鲁阁族歌谣及合唱比赛 还有原住民族部落讲故事短片专选竞赛的颁奖典礼 藉由竹语竞赛要提升秀林太鲁阁族学生还有部落族人 来学习太鲁阁族歌谣学习族语的兴趣 并且以影像记录的表扬仪式要激励当代族人 对于自身族群文化的向往和认同 109年太鲁阁族歌谣结合唱比赛 及原住民族部落讲故事短片甄选竞赛半奖典礼 21号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举行 而这次竞赛活动共分为个人组 幼儿其唱组以及团体合唱组 为了鼓励原住民族老人参与娱乐修行活动 增进原住民族其老社会参与 纪念度特别新增以修林相文化健康站 以及相关老人关怀据典委竞赛单位的参赛项目 在10年前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 现在每个孩子可以老人上口 这个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 我们为自己掌声好不好 文化它不像工程一样 它不像社会固定一样 前边下去就马上可以看到成果 文化它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你一旦停止 比如说今年我编的文化预算 明年如果没有持续 它将会中断 这是很现实 美规在推动文化工作十几年来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 不能让文化的工作停止 只能延续它 它才会有生命 我们不重视它 它永远就是停止在那里 以致消灭掉 以致完全我们不会有记忆 所以十几年来 我们一直持续到现在 不断地坚持 文化需要大家继续来坚持 继续来重视 我相信我们的文化不会断掉 只会往前走 而且延续到世代 所以在这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来看表演 并不是只有表演 在听表演的一个过程里面 有时脑海里面会想到 以前小时候的生活 尤其是待会今年特别 有安排文件站的老人 有一个比赛的活动 那今年也是第一次办 我相信 透过老人的声音 孩子的声音 会让大家回想到 我们以前德鲁古 在部落的生活 以前德鲁古 以前我们老人家 跟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全香港所期望 借由这次的足语竞赛 能够提升修音箱 泰鲁格组学生 以及部位主人们 学习传送修音箱歌谣 同时影像记录的表演 也是能够激发 当代主人们 对自身族群文化的向往认同 记得主要欢迎收视频道